委屈那麼久 哪一個moment最讓你爆炸 來爆炸 因為我很愛狗 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有一次我們也是家族聚餐 但那一次 因為我們是先去戶外玩 那去戶外玩的時候 就一定會帶狗去 那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那晚上吃飯 其實就是在庭園餐廳 是可以帶狗的 然後我婆婆她 她後來有的癌症 就是肺腺癌 那她就會一直咳嗽 然後呢 我就看到我婆婆咳嗽 我就趕快先把 我前面這杯乾淨的茶 我就先拿給我婆婆 因為我看她咳得很嚴重 我的茶還沒遞過去 旁邊那些就是 不關他們事的長輩 就又開始 你不知道 生病的人不可以喝茶嗎 然後當下我就覺得 她因為臉有點嚴肅 我想說有這麼嚴重嗎 我就趕快又把茶拿回來 我說好... 那我去裝水這樣 當下那個長輩就說 我現在終於知道 還好我自己是生了一個女兒 她說我現在終於知道 兒子娶了老婆之後 心裡面是沒有娘的 是不可能會有媽媽的 這好遠喔 然後就說 就轉過去就跟我老公講說 妳知道為什麼妳媽會生病嗎 其實就是因為 妳們太不關心她了 什麼東西啊 我想說什麼鬼東西啊 對 我想說什麼鬼東西 然後我老公說 沒有啊 其實我們就算不常常看到媽媽 可是我們幾乎每兩天 都會打個電話給她 那因為我婆婆後來 有做一些治療啊什麼 也都在台北 我們也都會接送她這樣子 自以為輩分很高的長輩 又開始一直講一直講 反正講一堆 當下呢 我覺得我還是要弄我的狗啊 因為狗在推車裡 我也... 那大家吃飯我也不能讓牠叫 所以我就一直安撫牠 然後餵牠吃小零食 然後看牠要不要喝水 因為狗是我的小孩 是我的毛小孩啊 然後這時候這個親戚來了 唉唷 你看看 對你的狗都比對家人好 都比對你婆婆好吧 對狗這樣呵護備致 然後我們吃飯耶 你為什麼把你的狗帶來 你的狗到外面去 怎麼可以這樣啊 妳的狗 你是怕狗很髒 狗對我們來說是畜生 沒有人像你這樣當小孩一樣 我都來了 你氣大了 牠怎麼沒有聲音啊 牠高瞎 給牠一點空氣 對啊 鬆開 你怎麼... 好荒謬耶 好荒謬耶 所以我當下講到這個 就是講到我的點了 我說阿伯 你知道你跟我講這些話 對我來說一點都沒有影響 可是你會讓你的親戚 我就指我老公 我說其實你弄到的人是他不是我 我真的就直接這樣跟這個阿伯講 然後我就說 那如果你覺得我的狗很髒 我說沒關係 其實我的狗也沒有覺得 你沒有多乾淨 然後我就... 真的我就跟我老公講 我就說你慢慢吃 我說這頓飯我覺得 如果大家吃得這麼難受 那我就帶著狗先離開好了 所以我就走 然後呢 我老公就很視像 他就說 沒關係 那我跟你一起走 然後我老公也走了 對 但從此以後 他們家的人聚餐也沒有約過我 對 散了來不要去聚了 對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 我一直覺得 我是把 就是說大家真的有緣 變一家人 就是家人 那我覺得家人 如果我今天做錯事 我絕對接受你的批評 對 但如果我沒有做的 不好意思 我...我不收喔 不需要 對 我不收喔 而且重點是你可以針對我 你講我的狗幹嘛 對啊 對啊 你會幹嘛講我的狗 就像我講你小孩很醜 你全家都很醜 對不對 那也不能這樣子 為了生活你可以忍 但是侮辱你的狗 你就吃不行 沒錯 但長輩真的很愛針對狗 你知道那時候我很想懷孕 然後長輩就會說 狗很髒啊 身上很多細菌啊 你懷孕之後那個 細菌跑到身體 會對小孩不好 對 我倒覺得 是不是 反正是 啊 等一下 我會不會 男生的 我會不會 老可 直接 我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